好 接下来来救树 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已经满20岁了 去年受到台风的侵袭 许多的树木折肢倾倒 有三位日本专业的树医 昨天来到台湾 他们要为大安森林公园的树木 把脉剑剑剑 他们运用国内是很少见的空气挖掘机 轻轻抨开树木下方的土壤 预计挖出生一公尺的扇形区域 从根系生长情况来找出病因 市府公园处解释 这种方法就像是中医在把脉一样 可以观察树根 有不会伤害树木